过去十几年闪耀足坛的球星们来到职业生涯的晚期,这可能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的世界杯了,甚至可能成为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。 像是球迷们熟知的绝带双胶C罗和Messi,现在看他们踢球都是且看且珍惜了。 一转眼就来到2022年,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卡达盛大登场。 说四足是人类最盛大的活动也不为过。 光是2018年的决赛就吸引超过11.8亿人收看,等于地球上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这场比赛。 而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在还没开赛就已经创了许多新纪录。 在了解这四年一度的冬季盛宴之前,先去追踪我们的IG,并在指定贴文下方留言tag三位好友, 就有机会抽中远足文化的新疏,停球、踢球完全突解哦。 说起世界杯,大家都会直觉地联想到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。 事实上,任何一个国际体育组织都会定期举办世界范围的比赛。 但世界杯这三个字通常只意味着足球,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就是这么的有魅力。 世界杯足球赛只有一个项目,但收益却是奥运的好几倍。 在这一个月里,世界杯就像是台印钞机,帮国际组总与主办国赚进大把的钞票。 今年第22届世界杯是史上第一次在北半球的冬季举行, 也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,首次不受限制的大型体育赛事。 这也是最后一届32个国家参赛的世界杯,从下一届开始将扩大成48队。 不仅如此,卡达在这次主办世界杯的过程写下不少记录, 像是投入高达3000亿美元成为花费最多的体育赛事, 二战以来第一个不曾参加过世界杯的主办国, 有史以来最小的主办国。 而本届赛事也将首次启用女性裁判,是一大壮举。 卡达世界杯从11月20日开幕到12月18日闭幕, 共64场比赛,分为小组赛及淘汰赛两个阶段。 规则和以往有个不一样的地方, 那就是换人吃素从3个人变成5个人, 每队的大名单人数也增加到26人。 由于当初疫情出现导致停赛频繁, 重启比赛后又让赛程变得过于密集, 对球员的健康是一大挑战。 于是国际组总在2020年针对规则临时修正, 将每场比赛人数增加为5人, 如果进入延长赛则每队会额外获得一个换人名额。 如果要问本届谁最有机会举起大力审杯, 那未冕冠冠军法国和南美传统强权巴西肯定是两大夺冠热门, 不论新度和身价都是数一数二的球队。 根据国际赌盘的最新赔率, 赔率最低的5个国家分别为巴西、阿根廷、法国、英格兰和西班牙。 那谈到身价,绝对不能忽视英格兰。 这是英格兰26人总身价高达12.61欧元, 为身价最高的球队。 不过以现况来说, 目前似乎没有一支能够傲视群雄的球队。 各国不是碰到伤病困扰, 不然就是状态不佳或缺乏大赛经验。 像是法国就折损康腿和Pogba两名中场大将。 巴西则面临中前场人才积极, 但后场高龄化的危机。 而德国西班牙正在改朝换代, 也许不是今年, 但未来值得期待。 以上原因让今年看起来人人有机会, 就看谁能把握到最后了。 小组在分组也相当有趣, E组和H组看起来都是死亡之组, 而B组除了很政治之外, 也是实力相对平均的组合。 特别提一下这次美国的阵容账面上算是星光翼翼, 有大半球员都在五大联赛效力, 是不可小觑的黑马之一。 几家欢乐几家丑, 世界排名第六的欧洲冠军意大利在资格赛意外实力, 连续两届都无缘世界杯, 是落马世界杯实力最强排名最高的球队。 再来,本届又被称为诸神的黄昏, 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, 过去十几年闪耀足坛的球星们来到职业生涯的晚期, 这可能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的世界杯了, 甚至可能成为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。 像是球迷们熟知的绝带双交C罗和Messi, 现在看他们踢球都是且看且珍惜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假设阿根廷和葡萄牙都顺利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, C罗和Messi就真的有可能在决赛交手, 为绝带双交的时代画下最轰轰烈烈的据点。 体育跟政治始终无法分离, 卡达世界杯开目前就争议不断, 不管是举办时间或场馆, 甚至连取得主办权的过程都充满争议。 在卡达2010年12月取得主办权后, 有关行贿的丑闻就不绝于耳。 金球奖主办单位法国足球就曾表示, 包括国际足总、欧洲足总以及政府高层都在卡达申办的过程, 默许他们花费数百甚至数千万美元行贿。 当时的欧洲、非洲、中北美籍加勒比海的足总主席, 以及巴西、阿根廷、西班牙等足球大国的足协主席们在内的足坛政要, 都接受了贿赂, 其中不少人更身兼当时的国际足总副主席, 具有世界杯主办国选举的投票权, 如果以上传闻属失, 那卡达为了取得世界杯的主办权可说是贿赂了几乎半个地球。 种种丑闻让时任国际足总主席的Seb Blatter黯然下台, 遭到瑞士检警破门逮捕。 作为这场风暴核心之一的前法国总统Nikolas Sarkozy, 也被指控对欧洲足总施压, 作为交换条件,卡达则同意扩大采购空中巴士的客机, 并让卡达国家投资局入主发甲豪门PSG。 而众所周知, 往年的世界杯总是在北半球的夏季举行, 以配合各国联赛的休赛期。 卡达在夏天的气温高达40-50度, 会影响球员的发挥与健康。 虽然卡达承诺会在沙漠中新建八座拥有冷气的大型足球场, 但是如此庞大的工程却又引发环保争议。 在多方讨论与协调之下, 最终国际组总不顾欧洲各大联赛反对, 决定在冬天举办赛事。 不过这却让球员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就得从俱乐部赶往国家队集训。 加上过于密集的赛程, 导致许多球星因伤错过世界杯。 像是法国Benzema稍早就在训练中受伤, 不得不退出世界杯。 成为自1978年以来第一位缺席世界杯的新科金球奖得主。 卡达举办世界杯投入的经费与规模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 投入超过3000亿美元, 是前两届的20倍以上。 数十万名本地与外籍劳工在卡达参与相关的建筑工程, 有多家媒体指出他们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, 工资非常微薄。 有许多人受限于签证问题而无法转换工作环境, 也没有办法离境, 让这些工人被称为世界杯奴隶。 根据英国卫报与各国大使馆通报的数据, 在过去十多年间已经有超过6751名参与世界杯新建项目的工人死于卡达, 因此到处都有抵制的声浪, 像是丹麦国家队就会穿上特制的球衣, 借此批评卡达的人权记录, 同时悼念那些因为世界杯而失去生命的人们。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在今晚开赛, 不知道你们觉得谁比较有机会成为新科的世界冠军呢? 又或者是法国可以完成世界杯连霸的壮举吗?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哦! 喜欢我们的影片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和分享, 那就下次再见咯,拜拜!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,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!